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基电工程署的代表 我叫Gary Zhang 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问我 今天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优化升降机 我每一次讲talk 都很喜欢展示这张照片 今晚大家轻松一点 给大家一点冷知 这里我们经常见到维多利亚港 和我们香港的全景 其实我们做升降机的规管 看这幅图 就觉得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升降机 每一天上上落落 香港有七百多八百万的人口 究竟香港有多少升降机 香港 其实就告诉大家 香港很多升降机 有六万多七万部升降机 这些升降机都是由五十年代开始 陆续落成 所以里面虽然六万多七万部升降机 有很多的升降机 都是属于旧式的升降机 我想大家都可能熟悉的就是说 以前小时候又是搭那部升降机 现在几十岁了又是搭那部升降机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升降机都会老化 就像个人那样 我们就需要去到一个适当的时候 做一些优化升降机 首先讲一讲升降机的基本构造 其实大家平时会站在左边 就看到机箱的门 或者站在这里等升降机 或者进去的机箱里面 但大家永远都看不到上面这一块 这里里面其实升降机是会有个驱动机 另外也会有一个控制系统在这里 这个控制轨我们就会形容它为一个大路 升降机是大路 所有一些的讯号或者控制都会由这个控制轨发出来 升降机本身的构造 其实就可以简化为左边这幅图 其实是一个对重的系统来的 升降机和它的制动器就在这里 平时升降机上上落落的动力就靠这个车 对重和机箱平时就会在相反的方向云行 即是机箱向上走的时候对重就向下 机箱向下的时候对重向上 平时停站的时候就靠什么去维持部机不动呢 就是靠这个制动器 接着就会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升降机的系统有什么去做 其实刚才所说的升降机由50年代尾 开始陆陆陆陆陆陆落成 大家可能觉得不同年代的升降机 走进去都是一个机箱 又是按个按键便会来 再按个按键便会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的 因为升降机不同年代的升降机 它的科技都不同 一些旧式的升降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常常搭一些旧式的升降机 就是说它走进去的时候 永远都是坐下坐下的 那坐下坐下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可能是一些单速的交流控制 或者是雙速的交流控制 就是说50年代或者60年代 那些升降机 当然它有些坏处 第一就是它平层不漂亮的 可能它打开门的时候 大家看到它拍的位置 有可能10mm左右的 有一级仔在那里 另外它会坐下坐下 每逢行机或者停机的时候 它都会坐一下 另外就是它的能源效益很低 接着去到 我想大概七八十年代 就开始出现了一只叫做直流控制 直流控制的机 就是说它的行机就比较顺畅 不过能源效益都还是很低的 那去到 我想九十年代 甚至是千亿年代 就会出现一些叫做 变频交流控制 可能大家 现在就会比较熟悉这种科技 就是说 现在大家买冷气 洗衣机 那经常看电视广告 都说是变频式的冷气 变频式的洗衣机 就很省电的 之如此之类 其实升降机 就很早已经在用这个科技 变频控制 就是说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就是平层的准确度很高 第二就是说你走起机上来的时候 就不会坐着坐着 第三就是能源效益很高 就是很省电 当然这个就是说升降机 运行的舒适度 但是另一方面 它的安全水平 那么多年来 它都有不同的一些安全装置 是装了下去的 最舊式的升降机 或者大家可能都有听闻过 试过没有 我不知道 就是说以前那些升降机 那个机箱门是没有门锁的 那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手多 硬硬去撕开机门 它是撕开的 那当然了 新式的升降机 第一它就有门锁 第二就是你撕开到门 它会停机 那大家千万不要试 那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有个叫做障碍开关制 保护原调蓝锁的装置 那我们就俗称它为磨蓝制 那这个制呢 就一会都会详细和大家解释的 就是防止那个升降机 正常这样去运行 呢 导致个蓝锁断裂的 那第三样呢 就大家可能经常都见到的了 那对降机和绿路电视 那很旧式的升降机呢 就两样都没有了 那有些升降机呢 就可能十几年前呢 就加装回那个对降机和绿路电视 那第四样东西呢 就是那个双重制动系统 那我们就俗称是double break 那这个呢 就稍后都会再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是什么来的 那最新的那两样的科技呢 就是防止机箱向上超速的装置 和防止机箱不正常移动的装置 那这两个装置呢 亦都是这次优化升降机的指引的 其中两个我们都比较重视的项目 那你见到呢就是说 由左边1950年开始到右边2010年呢 所以升降机呢 那个无论是它的安全水平 或者它甚至是能源效益 或者甚至是舒适度呢 全部都提高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优化九色升降机呢 那其实呢 每一样的机械的装置 或者是电器的装置呢 都有它的寿命 或者它会老化 就是用得多 那升降机每一天呢 我们都会用 每一天它都会上上落落的了 那但是呢 你用了几十年呢 它当中有些基件选耗呢 第一就是无可避免 那第二呢 就是刚才所说了 在现在这个 就是科技进步的年代呢 那一些的旧式升降机 它当时落成的时候呢 它当时是很威衰 那已经有当年的技术水平了 那但是去到今天来说呢 我们就觉得 它是有一个可以优化 提升它的安全水平的可能性 那于是呢 我们就提倡了 就是说 希望呢 大家就优化你的旧式升降机 从而提高它的舒适度 安全度 和可求度 那于是我们呢 就基建工程署 在2011年的时候呢 就推出了一款叫做 优化升降机指引 那因为呢 就都要看回 就说很多人呢 都不知道 就是整部升降机 那么复杂 那我应该是优化些什么呢 那当年呢 就我们提出了七行的优化方案呢 就认为是比较可取的 那么呢 就大家见到呢 就有七样啦 那么 那么 头四样呢 就是黄色的 那么 后面的三样呢 就是蓝色的 那么呢 就说我们觉得 可以再进一步提升它的安全水平 或者进一步优化的 那么我们都觉得是可取的 那么好了 那么我真的就和大家逐一样讲一讲了 那么第一样呢 就是以前那些旧式升降机呢 它的制动系统呢 只有一组而已 那么就大家都明白呢 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呢 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但是呢 如果它那一组制动器呢 发生了故障的话呢 那会影响到它的制动功能的 那么其中一样 大家可能会幻想到的呢 就是说一些的制动系统 如果它只有一边的话呢 如果它真的不能够正常的运作 去令到制动系统开山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呢 就是在一个制动系统 在一个刹车的状态呢 它会继续给电去 令到那个驱动机呢 就转动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好像你行车呢 就不记得了松手制一样 那么到最后呢 就会令到它 那个制动能力呢 就会降低了 那么就从而发生意外 那么当然呢 就在很早期啦 就是2002年的时候呢 那些国际标准啊 都察觉到这个问题 那么于是呢 在2002年或者之后的升降机呢 多数呢 都会有一样东西呢 就叫做 双重多重制动系统的 那么呢 双重制动系统呢 就有个好处了 就是说 它有两套的 独立的制动部件 那么 如果其中一组是 失效的 那么 都还有另一组是 去保障 升降机的 运作安全的 那 那么 或者这里呢 会形象化一点点 就是说 大家如果看到 那个升降机 什么叫双重制动系统呢 那么第一呢 就是说 升降机它的制动系统的运作呢 就是靠一个叫做 叫做 叫做铁心扇圈的组件 去触发它的运动 那么呢 就 新式的升降机呢 如果它有双重制动系统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两套 独立的 我们叫做 plunger 就是说有个铁心的扇圈 那就是说呢 它们 左边呢 就控制左边的铁心 右边就控制右边的铁心 那如果其中一只门 壞了的话呢 都还有另外一只呢 保障它的安全 第二呢 就是说 它每一只的铁心 都会有一个 独立的监察系统的 那就是 我们呢 就叫做 簡稱就是铁心扇圈 那就是监察着铁心 那个铁心 开关的情况 是不是正常 就会排除了 我们刚才所说呢 就行车 不记得了松手制的问题 那呢 第三呢 就是会有 两套的独立的弹弓呢 那我们呢 就可以ensure到 就是说 保障到这个升降机 每一只的铁心扇圈 都是可以独立运作的 纵使其中一只有问题呢 另外一只都能够保障 升降机的安全 那这个就是第一 就是我们说 要安装一个 双重制动系统 那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叫做 防止机箱不正常移动的装置 那呢 就 如果升降机打开了道门的时候呢 那乘客出入这个升降机 那正常的情况下呢 那机箱应该不动的 那但是呢 就有很多原因的 比如说有些组件是出现损毁啦 又或者是有些特别的情况呢 那导致这个升降机 不正常地打开门去移动 那呢 就可能会导致乘客呢 就击倒了 甚至是有其他的情况 会令他们受伤 那这样呢 那于是呢 那于是呢 在2007年的时候呢 那我们新装的那些升降机呢 全部都会有一个叫做 防止机箱不正常和装置 那但是反过来说呢 2007年以前的升降机呢 很多呢 都没有安装这一件造件的 那呢 究竟这件造件呢 是什么来的呢 那呢 那首先呢 就刚才所说呢 那个升降机 去打开门的时候呢 就靠一个迫力呢 那就维持那个升降机 不要动啦 那如果这个迫力 譬如呢 真的出现问题了 那 那部升降机 那呢 那呢 它就会有一个呢 就夹蓝装置 那大家可能呢 平时 看电视啦 或者看其他的 的宣传的 material呢 都可能见过这一件事 那就是说 它除了在一个 升降机的迫力以外呢 还有一个迫力呢 就装在那里的 那如果那部机呢 真的不正常的移动的时候呢 这个夹蓝装置呢 就会夹住那条纜 从而呢 令到那部机呢 就不会动的 那当然啦 就夹完条纜之后呢 那它升降机也都有一组的 控制线路 就会令到那部升降机呢 呢 处于一个平定的状态 那呢 就会 它不会继续混合的了 那方案三呢 就是说 加装防止 升降机 向上超速的装置 那这个装置呢 那这个装置呢 就 或者大家都 可能 会想到呢 如果升降机 断纜的时候呢 那机箱会向下距 那有什么安全装置 去保障上升降机 里面的乘客安全呢 就说 升降机呢 是有一个叫安全键的装置 还有一个限速器 就是我们英文的governor 和CDGear 就是说 保障那些升降机 如果向下超速的时候呢 就可以夹离那部升降机 不会发生的 那如果向上又怎样呢 那原来呢 旧式的那些升降机呢 就 有部分的升降机 就没有这个 向上超速装置 那所以呢 如果那部升降机 那个制动系统 或者驱动机 有问题的时候呢 那它向上超速 就没有其他东西去夹离到升降机 那所以呢 就 在2003年的时候呢 那些标准呢 就更新了呢 就说 升降机呢 除了向下超速 要有个保护装置之外呢 向上超速呢 都要有一个保护装置 那呢 就 这个呢 就是升降机的限速器来的 那就是说 它现在新式的那些升降机呢 就除了可以检测到 那一部升降机 向下超速之外呢 呢 也都可以同时 检测到呢 就是那个升降机 向上超速 它都知道 发生问题 那呢 那呢 就会 用一些装置呢 去夹平 那个升降机的 那当然呢 刚才所说呢 就是说 那个甲纜装置 也是其中一个 夹平升降机的方法 那当然啦 那加装了这个向上超速的装置的时候呢 呢 进一步可以提升到 升降机的安全水平 那呢 就避免那个升降机向上超速 那就撞到它的井头顶那里 人质乘客受伤 那第四个方案呢 就是说 安装过的机箱门锁 和先进门道 那这个会比较 留意一点点 八四年以前的升降机呢 那它以前的机箱呢 可能是没有门锁的 那这个大家呢 平时未必可以真的看到 那就是说 在这个门锁那里呢 其实呢 这里是有个铁钩的 那就是 升降机呢 当它混行的时候呢 就会靠这个铁钩 那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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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乘客呢 就不可以 在机箱里面 就抛开这道升降机门 那就从而就受伤了 那 那除此之外呢 就 还有一样东西 叫做先进门刀 那 那或者大家呢 可能都见过 有些升降机呢 就没有门刀 那后来 一些新式的升降机呢 就会有一个 叫做机械门刀呢 就说 撞到乘客之后呢 他就会自己打开门 那现在呢 就再有些最新的 我们叫做千眼刀的电子门刀呢 就是说 他用 他就是用一个非接触式的门刀呢 他就用一些红外线去 他认识中间 有没有人走那里 就不需要那部机呢 真的撞到你才会打开 那他离远呢 见到有人走进去呢 那他都会自动去开门的 那这个就是最新的 叫我们叫做千眼刀 那或者叫做先进的门刀 那也都一样呢 就是1984年以前的升降机呢 未必会有门刀这个装置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也都是认为 需要安装回那个门刀和门刀 好了 刚才呢 就说了头四样 就比较 就是我们觉得 需要 要复制一点点去做的一些安全组件 那另外呢 就有三样呢 我们觉得 就是如果大家能够做到的话呢 也都可以进一步 提升升降机的安全水平 那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加装对降机和门刀电线来说 那呢 就 现在科技发展得很快 门刀电线也很贵 那呢 就 在97年的时候呢 那我们那些的神务守则呢 就要求这些升降机 去 每一部新的升降机呢 就必须有一个叫做 ETECAM 就是一个对降机 和闭路电视系统呢 那当然呢 你会说 现在个个都有手机的啦 那但是问题呢 就是进到电话 很多时候呢 都收不到电话 那所以这个对降机 和闭路电视系统呢 就 非常重要呢 就可以维持到 升降机箱里面的乘客 和外界的沟通 那当然啦 这些升降机的对降机 和闭路电视系统呢 都会连去一个管理署那里的 那当然 那大厦的管理人员呢 就可以实时地监测到 机箱里面的情况 那也都 我知道呢 那现在的闭路电视都放在家里的电视那里 那大家可能 就是平时转台去按一下 都会按到这些 升降机的闭路电视那里 那第六样呢 就是 我们叫做 障碍开关制保护 原调艦索呢 就是说 我们俗称的 磨砍制 那为什么叫磨砍制呢 如果一个升降机呢 这个升降机是同样的 它可能那个机箱 或者那个对重装置 是一个 维持了不动的状态 可能呢 就是 溅住了 或者有些原因 令到它中间 就不能够移动 那但是呢 那个舰车呢 就不知道 它有一些障碍在那里 令到部机会移动 那就继续在那里住 那这条舰车呢 那摸一下摸一下的时候 就不会断那条舰车 那所以呢 那些国际标准呢 都一早都见到 都预计到这个情况 那所以呢 八四年之后呢 安装的升降机呢 都需要它们有一个 装置呢 就是叫做 磨砍制 那就是说呢 如果它感应到那部机 那机箱 或者一个对重装置 是有不正常的 移动的时候呢 就是说它 应该移动的时候 移动不了的时候呢 那它就给那个驱动机呢 继续转动 那从而呢 就保护到那条舰索 那第七样呢 就叫做自动拯救装置 那就是说 那这个呢 就比较 很稼一点的 就是说 如果那个电力是中断了的时候呢 那这个自动拯救装置呢 那如果这个升降机 如果真是电力中断的时候呢 那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大家会找电梯 那但是呢 如果加装这个拯救装置的时候呢 它就会感应到 没有电了 那它就会提供一些的后备电 给这个升降机 那这个升降机呢 就会去到一个最接近的流程 那就打开门 让那些乘客可以离开 那这个呢 就会防止那些乘客 因为斩电啊 或者是电力中断的时候呢 就运车 那 那 或者大家都知道 去年都会有一个台风 山竹的暂防 那很多人呢 就在 因为斩电啊 或者是停电呢 就 发生运车的事件 那如果有这个装置的时候呢 那大家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那部升降机呢 一定会开开门 大家就返出来 那当然啦 就 看到这件事的时候呢 那部升降机呢 会放完人之后呢 会继续停止运作 那直至电力供应 才会正常化 那 那 就刚才呢 我们就讲了七行的优化方案 那 那实际上 就是说 做 升降机优化工程的时候 会怎样做呢 那 那其实呢 就 刚才所讲呢 升降机呢 就会有一个叫做 升降机呢 有一个叫做 控制柜 和一个驱动机 那 大多数呢 优化升降机的方案呢 它呢 就会将这个 控制系统 和这个驱动机呢 就更换了 那可能呢 平时大家呢 就 以为装修的机箱呢 就等于优化了升降机 其实呢 优化升降机呢 就不单止是这样的 那 就要 整个升降机呢 连接 控制系统 和驱动机呢 一起做一个更换呢 那才是一个长远 优化升降机的方案 那当然啦 有不同的升降机 不同的年份呢 都有不同的 优化方案 方法啦 那但是就 就是如果你的升降机 是比较旧式的 可能去到四五十年 的话 通常的做法呢 都会是 将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换了它 那当然呢 也都有一些的 升降机呢 就说 我都预计它 会继续用多三四十年 那样 又或者这部升降机 根本乘扶机呢 就是都很残疚啦 那呢 就做优化工程的时候呢 就整个升降机 里面呢 就允许了所有东西 那这个呢 都不少人会采纳这个方式的 那我刚才呢 都介绍了七个的优化方案 那或者我这里都 帮个片 就给大家重吻 刚才我说的那七样东西 旧式升降机 是有七类 可以改善 或者架装的项目的 第一 安装双重制动系统 旧式的升降机 可能只有一组制动系统 万一发生故障 机箱制动功能可能就会失效 双重制动系统的好处 是有两组制动部件 即使其中一组失效 另一组也可以 确保升降机安全运作 现代化的双重制动系统 都有两组独立的制动系统 一般分别设有电动监测系统 第二 加装防止机箱 不正常移动的装置 当升降机门打开 乘客正进出机箱的时候 如果机箱出现不正常的移动 可能会导致意外 要防止这些意外 可以加装内置被用及自我监测装置 例如甲纳装置等 加强制动系统的功能 可以防止机箱 在偏离正确停定位置的时候 出现的不正常上下移动 第三 加装防止机箱向上超速的装置 升降机有可能会因为故障 而超速向上撞向井道顶端 造成意外 防止机箱向上超速装置 可以自动探测到 这些不正常的向上超速移动 立即撒停机箱 避免意外发生 第四 安装机箱门锁 现代化门刀 安装机箱门锁 可以防止乘客 在机箱里面强行打开机箱门 旧式升降机的机箱门 在开关时 有机会夹到正在出入的乘客 而现代化门刀的用处 是当有乘客进出 而机门由正在关上 门刀碰到乘客的时候 会自动将机门重开 以免造成意外 第五 加装对港机 和闭路电视系统 如果乘客被困在升降机里面 就可以直接跟管理人员沟通 管理处 也可以立即通知承办商 和消防处 有些较先进的对港机系统 更可以让乘客 直接跟注册承办商的 24小时服务中心联络 要求救援 闭路电视系统 包括一个装置在机箱内的摄影机 緊急警钟和风鸣器 并且跟大厦管理处连接 万一有意外的时候 可以迅速采取行动 第六 安装障碍开关制 保护原吊滥锁 原吊滥锁过度磨损 是原吊滥锁断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机箱或对重装置的移动受阻 但驱动器仍然继续运行 原吊滥锁和滥轮便会严重磨损 安装障碍开关制 就可以防止原吊滥锁和滥轮 在故障发生的时候过度损失 第七 加装自动拯救装置 是为了万一停电的时候 如果乘客被困在升降机内 自动拯救装置可以维持 升降机短时间的运作 让乘客离开机箱 大家不用急 因为待会 事件局的同事都会 跟大家介绍这个计划 主要想跟大家说 升降机可以进一步 提升安全水平 透过优化升降机工程 做到的 升降机安全 其实有几个派对需要帮忙 当然升降机的注册工程人员 升降机的注册呈范商 和升降机的注册工程师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就是需要妥善和安全 去进行升降机工程 但是升降机拥有人 其实在法例上 都会有一个责任 就是保障升降机安全 当然 如果大家平时搭升降机的时候 看到升降机 是觉得它不正常的 千万不要 就视而不见 最重要的是 如果看到升降机有问题 就立刻通知大厦的管理处 又或者是通知 承诞商到场 跟进检查 另外大家 现在每人都拿着手机 很多人都喜欢 看着手机出出的升降机箱 我们就希望 乘搭升降机 都不要只是看着电话 看着手机门 是否正在关上 或者是平层 漂亮不漂亮 因为很多人 都是掛着看电话 不小心击撞 撞到 亦都 我们都希望 就是说 各位升降机 提高 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各位 各位嘉宾 各位业主 欢迎来到我们 社区重建局 在这个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 里面参加计会 大家都要把握时间 现在已经可以申请这个计划 大家都很想知道 有什么资格 可以申请这个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 大厦本身 他们需要 大厦是 私人住用 或者是 综合用途的楼宇 差响值那里 我们的要求 由于这个计划 我们是参照楼宇更新大行动 和消防资助计划的推行 所以我们都和他们一样 我们应用了2017-2018年度 大厦的平均住用 应迫差响值 去理定 是否符合的要求 市区 他们是不能超过16万2 新界区 不能超过12万4 至于大厦的升降机那里 如何呢 他们是需要 没有完全安装了必须的安全装置 我通常说到这里 很多人是什么叫必须安全装置 但是刚刚 基建工程署的同事都讲解过 必须安全装置的了 可能大家都有个概念 只要你们的升降机 上面 刚刚都介绍了 我都见到一个类似的图片 就是有四个必须安全装置 另外就有五六七 就是有三项的自选安全装置 我不逐一讲了 因为刚才都讲了 另外就是说 除了这七个优化项目 可以获得资助之外 如果你因为安装 必须安全装置 是需要因应技术 或者是成本效益的要求 我要再加一些的 例子就是 可能你要加那个摩打 要换 或者我们那个control panel 这个是不能配合的 换的 这个加装 我们也是受到这个计划的资助 除了我们的财务上的支援之外 我们也希望 在技术上可以为业主提供服务 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免费安排一个免费顾问 给大家去做一个酬组升降机的更换 或者优化工程 那服务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顾问 就会给你做个工程评估 成本股算 帮你准备标书 就是写标书 跟着就会透过我们的电子招标平台 去进行招标 跟着招标了 招标了 请了承建商 或者承犯商 他们都帮个申请人 做了个工程監督 还有一个合约管理工作 都挺全面的 那如果有些申请人 我都是想有个顾问我们 一路比较信赖的 或者我们在做大维修 想一起做行不行 其实我们是容许你们有这个选择的 你可以自己去聘请个顾问公司 但是就需要 采用我们市区重建局 为它准备的标准文件 去进行招聘个顾问 和工程承办商 另外就是不可以缺少的 我们在招聘工程承办商的时候 我们需要透过招标标底下的电子招标平台 来进行招聘工程承办商 另外就是和我们其他计划一样 我们就会将你们转介去福安居计划里面 为你们提供服务 我们希望整个招标流程里面 在一个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会进行的 大家比较关心我一环 那么资座是怎么样 那资座额那里 我们这个计划是会为你们的优化工程提供 我们的费用资助六成 这个核准工程里面的六成的费用 我们会资助的 但是每一部电子的上限是五十万的 如果你选用我们的安排顾问 那不需要收钱 但是我想自己去聘用顾问 那么你所聘用的顾问费用 也都会受到资助 每一部电子是两万元的资助 好了 至于每一部电子的资助上限如何 如果你用我们免费顾问的 就是五十万或者六成 五十万的上限 但是如果我是有工程费 或者顾问费 我又要自己聘用的 那么在这里来说 你就会用工程费加顾问费 上限都是五十万的 而年满六十岁的长者 跟我们其他计划一样 长者自住长者是会有特别的照顾的 那么你们自住的长者 我看到这里也有一些老人家 可能比较关心的人 他们可以获得工程费用的 还有自己聘用的顾问费用的存费 需要夹的钱的存费资助 每一个单位上限是五万元的 说了一段时间 可能大家都想知道多一点点究竟是怎样的 那么我们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如果一般业主的资助额 我们怎么计算呢 其实计算方法很简单 左边你看到粉红色那里 就是说我们那个优化工程 他们的六成的费用 但是上限就在五十万那里 再加上如果你是自己聘请顾问去进行优化工程 那么你的工程费用 每部升级两万元上限的 那么加了之后 两个费用 它的资助总金额 是上限就是五十万每一部升级的 那么看回你大厦有多少人了 除了你大厦的人数 除了之后呢 就等于每一个一般业主 可以享有的资助金额的了 都不明白 很重要 看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们这次工程资助的工程费用 应该工程费用是一百万这样计算 如果我们要请一个顾问 每部升级它需要 这次是四万元的顾问费资助 而大厦的单位的数目就是二十 那是怎么计算呢 首先我们看看一百万的六成就是多少钱 一百万的六成会将会是六十万 那你见到呢它是大过我们五十万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工程费用的上限资助呢 就会是五十万了 再加回 那它们今次请顾问费用是四万元 那它又大过我们那个上限两万元 那所以呢 受资助的顾问费用呢 就将会是两万了 那两条数加起来 那它们的工程总额应该是五十二万 对不对 但因为我们受制于我们五十万的上限要求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可以受资助的金额将会都是五十万了 而刚才说呢 它有一个有二十户 那你就将五十万除二十 那每一户一般业主所得到的资助就是两万五元 在这个个案里面 那可能长者也很想知道 那我可以有多少受惠呢 那其实我们这个计划里面 长者呢 我们会资助他们整个工程的费用 加上顾问费用 这样的 你要交的钱 我们理论上是受到全费的资助 那但是呢 它们是受制于五万元的上限那里的 那我看看实例看看 一样了 工程费用 今次是一百万这样 那顾问费用呢 今次是四万元 那你觉得第一条数呢 就是一百零四万 如果 我们是二十户的话 那其实呢 每一个业务呢 是需要夹五万二元的 那我刚才说过了 长者是他所夹的呢 是全费之助嘛 但是有个上限的 那看看这里了 那一般业主 刚才之前的案例 他可以获得 两万五元的资助 这里没问题了 刚刚计过了 一般业主 一样同一个个案的 那他有两万五元的资助 那如果一般业主 他要夹的钱呢 那就是说 每一个单位 五万二元 减回两万五 哦 原来他们每人要夹两万七的 那长者 哦 存费资助 那很简单的数 就是将两万五元 加两万七 但是呢 是受制于五万元的上限 那在这个 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长者呢 就将会拿到 拿足我们五万元的资助了 那就是会不会有个呢 他只要需要 给两千元 去给那个法团 去进行这个工程的 好了 那说另一方面了 那很多 其实我想 不同的简介会 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 喂 其实中电和港灯 都有他们的能源效益 资助计划 中电那个呢 就是绿色楼宇基金 那就是智识用 智识用电楼宇基金 那我们可不可以参加他们 计划同一时间 为我们 就是休化这部升级的工程 那其实是可以的 只要你符合他们计划的要求 那你可以同一时间去申请两个计划 但是呢 要注意了 那在我们这个 优化升级机资助计划里面 我们当 我们计算的时候 我们就会 看回你在其他机构里面 所获得的资助 那我们呢 会在我们的资助座那里 就做回相应的构架 我们围着就不会说 每一项工程是获得双重资助的 那到申请的时候呢 我们会和你们按我们的机制去处理的了 谢谢 市区重建局 除了推行这个 优化升级机资助计划里面 也都有推动其他的 复收计划的 如果你们大厦 同一时间 又做优化升级机 又做公用地方维修呢 其实你们可不可以申请我们其他的计划呢 答案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 流域复收综合支援计划底下呢 一个叫公用地方维修资助 是给大厦进行一个全面复收工程的 如果大家在同一时间 我又想做同一时间推行这个大厦全面复收工程呢 只要你符合我们公用地方维修资助计划里面的申请要求呢 你可以同时申请我们优化升级机资助计划 和公用地方维修资助计划 两个计划的 另外 如果有些大厦 知道我想申请优化升级机资助计划 如果没有法团会很烦的 事实上都是的 那我组法团去申请 只要你告诉我 你是在申请计划之前的12个月内 成功筹组到这个法团的话 我们就会给你申请 我们一个筹组业主立案法团的资助 那当然 你是要同一时间 你是需要进一步 拿到我们优化升级机资助计划里面的初步审批 就是我们叫原则上批准通知书 那我们就可以帮你去申请那三千元的 筹组业主立案法团的资助 过度安排 大家可能有些不太明白什么叫过度安排 其实我们为了不要影响一些自己自发 去进行这个优化升级机工程的大厦 所以呢 我们就有一个叫过度安排的安排 就是说 第一轮申请里面 那我们进行 第一轮申请就是我们3月29日的时候 你大厦原来已经在进行着 招聘着承办商去做这个优化工程 又或者 不是我之前开了工 那有没有参加呢 那这个就是跌入了我们的过度安排里面的范畴了 那我们只要你在我们特首公布这个计划 一八年的十月十号 你开了工 又未完工 什么叫完工呢 就是说 你未拿到基电署的行车子 它们叫做LE8 服用证 那个车子未拿到这个LE8的情况下 你已经符合了 参加我们这个计划的要求 但是要注意 你那个优化工程 是最少有一项 是符合了我刚刚说过的 必须安全装置里面的项目 你才是符合要求的 还有就是说 你在之前聘请过承办商 是必须要符合建筑物管理条例里面相关的规定 如果你符合一些要求的话 我们会收到申请表的时候 就会和其他申请一起去进行预设的排序 好了 那说回申请方面 其实申请我们这个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里面 如果你大厦已经成立了业主立案法团 那你申请我们这个计划 就会是用业主立案法团的名义去申请我们这个计划 你们需要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 开业主大会 授权最少两名的管理委员会成员 或者按公契的规定 聘任经理人去申请这个计划 这个就是说一些有法团的情况下 你需要做的事情 开个大会 可以委任两个申请人代表 又或者经理人等等 填写一个申请表格给我们 如果你未成立业主立案法团 那怎样呢 如果你没有法团的 申请我们这个计划 将会是全部 所有的业主 但是申请之前 我会 大家要先注意 你的工契有两件事 有没有答到的 看看你将工契 在工契里面 有没有清晰离定 业主可以透过业主大会 通过你的楼宇里面 可以进行公用地方的维修 改善 又或者保养的计划 这个第一个 看看工契有没有 第二个就是 看看你如果开业主大会 我就算计划了 这个计划 是不是对所有的业主 是有约束能力 如果 你们在上述里面 A或者B 缺少一样都好 那你就变成了 你每一次 作出申请或者议决 你是需要 所有业主的同意 才可以做这件事 就并非 好像其他有法团那样 过半数同意就行得 那这件事 我要提提大家 但是 如果 你的楼宇里面 有明文规定 刚才所说的 A或者B 都有的 那你就可以 按照你的工契 和建筑物管理 条例里面 相关的 规定 去进行 议决参加我们的计划 或者 议决去处理 其他的 相关工程 那如果 大家对这里 想知道多些 你可以参考 我们 公用地方 业主 那个申请表格里面 那个 付六一 我们是有详细的 注释 你可以拿份 申请表看就可以了 那这个计划 已经推行 其实市区庄建局 很多方面 都为这个计划 去宣传做很多工作 刚刚 你见到 基电工程署的同事 就给你看了一些 宣传点片 又或者大家可能 近日在收音机 都听见一些 宣传的声带 就介绍一下 大家的计划推行 你去申请等等 而我们的网上 其实 都有相关的资料 你见到 我们有一个 留意复收平台的网页 网页里面 你们可以 下载到 我们的 申请需支 申请表 等等 除了申请表 可以下载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 网上申请服务 在这里做得到 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 我喜欢 传统一些我填 一张 纸张的申请表 我又不懂填 你也可以用上网 我们有一个 在线查询 只要大家 在我们的办公时间内 踢入我们的 在线查询 我们的同事 就会 回答回你们一些问题 如何申请 等等 他可以回答你的 如果 有些朋友说 我都不上网 我喜欢拿着一张纸填 填一下 才对我 不要紧 我们也要 多谢民政事务准处 在各区的地区办事处 都可以拿到我们的申请表格 还有就是 我们市区重建局的办事处 我们总部 或者在大角咀的事件一站通 我们长生环的总部等等 都可以拿到我们的申请表格 当然最方便 当然是去就近的民政事务总处 去拿回申请表格 如果你们在填写的时候 我都不是很晓上网 我又不懂在线查询 那怎么样 还有什么可以帮得到你 你现在看到有一个叫3188 1188的查询电话 那我们同事在办公时间里面 是有专人回答你们有关这些问题的 那我今天的简介就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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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